二十二日晚間有狗仔哥哥在台北街頭 喬逸周杰倫的休旅車被停在火鍋店門口 原來是杰倫和幾位友人在裡面用餐 用餐後三人還一起到了周董的炒牌店為福出巡 接著便直至往周董家前進 不過周董卻在家門口突然倒車 改道去了台北某巷口 接著就看到周董的男友人 帶著一大碟的書本下車 丟在路邊清潔人員的工作車上 還一連丟了兩趟才離開 看起來都是時裝中的攝影集呢 不過周董明明就在回家路上 還刻意掉頭將垃圾丟路邊 這行為好像有點讓人猜不透耶 但對此杰倫的經紀公司表示 因為車上有些文宣突擊 杰倫印象中白天有看過老先生 在這邊做資源回收 於是把這些職類放在旁邊的箱子裡 本以為可以幫助老先生做回收增加收入 杰倫機友人表示 如果這裡是不能放回收的 以後會更注意 非凡娛樂整理報導